哈囉 我要拍測試影片 然後 上次加完油 那個現在跑到 71公里OK 71公里 我們剛才吃完精許鹽了 然後等一下去小金門 今天天氣很好 來快點 長話短說 我們上次加了3.85公升 久了久了 久了 久了 轉過來 上次加了3.85公升 我們打算怎麼做測試呢 我到時候 來 站一下 我到時候 騎著就沒關係 在車主 還不一樣 我到時候打算就是 騎到這一格吧 你是用兩格嗎 兩格在哪邊 兩格呢 就是差不多 最後 第一格 快到底的時候 也差不多 我們就去加油了 齁 然後他總 總 總特特的油 那個公升好像 他公升 他公升好像是六點多公升 我到時候再 再 再查一下 OK 你跟他六點多公升 對不對 所以都 到最後一格 他其實油還要很多 我等一下查一查 看他總共是幾公升 然後就是 轉過來 油耗測試到時候 就是這樣子測試 就是說 我們等於說 我們騎今天看 沒辦法騎個一兩百公里 然後就是這樣子 快到底的時候 再補油進去 然後 補油進去的話 就知道 總 比方說 總公升數六公升 然後再扣掉 到消耗的油 就是 所用的油 然後 乘以里程數 就知道一公升 跑幾公里了 我跟你的體重多少 145公斤 我們就順便做測試 新車測試 然後 因為 還是新的嘛 還沒有到300公里 第一次機油都還沒換 比如說 這樣做測試 OK 趁好電氣 今天風也比較不會這麼大 比較不會什麼風阻 他不會說 他在測試不會準 OK 好啦 就這樣子啦 我影片可能就是 分蛋分蛋剪 我不會說 全部打剪在一起 就是一個段落 一個段落 這樣子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OK 之後喜歡你們看 訂閱我們 拜拜 OK 我們就一段一段 這樣做測試 影片就是以短片為主 OK 拜拜 再見